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到 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 好像做他主的形象 就是好像耶穌的形象一樣改變 這個經文就是俄羅西書三章十節 這個經文就講到 穿上了新人 者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如做他主的形象 這裡就是講到我們整個人心意更新 而變化給神去改變 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但是不是限於知識 有時候有些人想著我知道 因為後面那句就讓我們知道 就不只是知道 而是變成好像主的形象 好像耶穌的形象 有這個變化 是整個人更新改變的 這個時候我們的生命就被神祝福了 因為我們越來越像耶穌 生命更新改變 而很多時候人是會 就是很多方面不是被神完全改變的 是更加像耶穌 更加像耶穌 更加像耶穌 感謝天父 你們聽到我清楚的是不是 聽到的是不是 可以回答我 喂? 你們隨便一個人可以開聲 清楚啊 清楚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好 感謝主 多謝耶穌 很開心和大家一起 今天有機會 有機會上這個Zoom 可以對大家有祝福 求主詩恩 祝福這段時間 很多時候人會被世界影響 基本上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們就帶有罪性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有很多 我們本身的思想 價值觀 比如小朋友小時候 不用人教他講謊的 他自己懂得講謊的 因為他裡面有罪性情 雖然小朋友很單純的 小朋友真的很單純 所以他們 如果從聖經講到 如果從小教導孩童 其他手當行的路 就是到老他都不會偏離 就是他小時候開始 他的生命被更新的時候 他到老都不會偏離 不過可惜很多人 就是從小開始 不是經常被神帶領的 就是很多時候被罪惡帶領 所以他生命裡面有很多破口 我們信耶穌 我們應該跟從神 不過也很多人 事實上生命依然有很多破口 很多問題 所以就需要我們每天更新 我們每天醒察我們的內心 我自己我時時都會醒察我的內心 尤其有時候我們留意到 我們有一些情緒問題 比如說我們被某個人影響 那為什麼會被某人影響呢 因為我們 心裡面沒有平安 我們沒有從神來的平安 所以有人擊倒我們 我們就會不開心 那我發覺我又不開心 我就去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我會不開心呢 為什麼我會被人影響呢 我就這樣去 就是我看到任何問題 我就會去處理 當我們越去處理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越能夠結淨 更加像耶穌 更加整個生命像耶穌 那我今天就講出有幾樣東西 是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 怎樣去處理耶穌的 第一就是更新我們的價值觀 接受聖經的價值觀 因為很多時候人的價值觀是什麼呢 就是要有錢 有名利 人接受 人歡喜 是成功 或者是能夠結婚 這些都是人很想得到的 這本身呢 不是一定是錯的 那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神給我們的 因為有時候 神未必給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 有些人說 我很想有錢 他的心絕目是很想有錢 他掛著有錢 追求有錢 他可能他的生命有很多問題 譬如有些人 他真的很注目是要有錢的 他的價值觀設定了有錢 他就會做什麼都是為了錢的 就算結婚都是說 我找個有錢的 讓我將來可以有錢 主是 他的心意是完全被錢控制了 我們信耶穌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就是說 我們不是為了世上的價值觀 為了錢 為了名利 因為這些一切都會改變的 就是我們出名 譬如有些人很出名 但是一下子 他的名聲可以被破壞 也因為他所做錯的事 有時候他很失敗 就是他本來很出名的 有些人很出名的 但是忽然間做錯的事 他整個生命都很失敗了 就是追求世上的價值觀 所以他會有些人 往往是會失望的 不是代表我們不可以得到這些 我們聽神話 用神的方法 我們是可以得到的 不過當我們不聽神話的時候 我們想得到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失望了 就會發覺 總是追求 極都追求不到 越來越不開心 這個價值觀就會影響 我們整個人的方向 價值觀就好像 一隻船去一個方向 他設定了這個方向 他向著這個方向 譬如他要去東面去這樣 但是他設錯方向 他本來去東面去那裡 可以得到食物得到水的 誰知道他設錯方向去了西面 這樣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很多問題產生 因為他設錯方向 我們人生如果設錯方向 就是說我們想得到錢 我們想得到名利 我們想得到人家歡喜我們 人家歡喜我們 這件事本身不是錯的 就是我們做得好 人家會歡喜我們的 還有我們討神喜悅 我們都去祝福人 我們會得到神和人的喜悅 不過問題就是 如果他只是設在討人的喜悅 而他沒有把神放在首位的時候 他的生命就可以有很多問題了 就是那些人對他沒有 就是他經常想和好人喜悅 得到神人的歡喜 誰知道那些人會利用他 就是會利用他 結果他得不到的 所以如果一個人他只是設定在 我要得到人歡喜 得到人歡心 有時候是會很失望的 或者他想結婚 我們普通一個人都會希望有機會結婚 結婚有家庭 但是這件事是可遇不可求的 其實朋友和結婚都是可遇不可求 就是神為我們預備我們就有這件事 有些人就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我沒有機會呢 很可惜就是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 不是神公平 而是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 因為很多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時候 就是男性比較難信耶穌 為什麼會難信耶穌呢 因為男性很多都比較驕傲 就是他們看重錢 看重名利 所以他們就比較著重 著重成就 所以他們對於上教堂的興趣是很低的 所以教堂裡面是缺少男性 結果也有很多的姊妹找不到配偶 這件事不是神想製造的 是人的問題 所以造成了教會裡面缺少男性 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自己更加有神的喜樂平安 整個生命是提升的 我們能夠影響人 我們跟人關係更加好就可以影響人 更加容易認識到一些外面的男性 帶他們去信耶穌 不是用拍拖來帶他們去信耶穌 而是說我們帶他們去信耶穌 我們認識他們 然後我們帶他們去信耶穌 我們就有機會影響 在教會裡面有更多的男性 如果我們的生命是滿有喜樂平安的 我們可以影響更多的男性 並可以帶他們進入教會 教會裡面就會有更多的男性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另外 下一點就說到 第一點就是如何更新我們的價值觀 向著神的方向去 神就更新改變我們 下一點就是更新得力的來源 因為有很多人他們 得力是靠什麼呢 有些人是去玩 去玩他就很開心 他經常都是想著怎樣去玩 怎樣去享受生活 去一些好吃的地方 有些人去好遠路 就為了吃些什麼麵 吃些什麼特別的食物 他就覺得很滿足 或者去旅遊 這些又不是錯的 問題就是 是不是這些東西才開心呢 如果只是這些東西開心 這樣東西是不穩定的 不是經常都有機會 經常去旅行 吃我們想吃的東西 那時候他又會 力量得不到 我們怎樣得力呢 最主要的應該是 親近神得力 親近神就不是 在那裡猛求神 神呀我要什麼 這樣其實是未必得到的 而是我們讚美神 神是愛我們的 神祝福我們的 神歡喜我們的 我們多謝天父 神就很歡喜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我們整個人就會 歡喜喜樂平安 我們就有力量 那麼我們在我們的 事奉操練課程 都時時教人 怎樣愛慕神 享受神 就能夠得力了 就整個人 興省開心了 好了 另外更新 就是活出聖靈的果子 滿有喜樂 平安 興省了 就是時時有神的同在 享受神 於是個人 就會越來越 平安興省了 不受環境的影響 時時是得力的 時時是開心的 那麼你下一點呢 就是享受的心態 我們一樣可以享受生命的 我們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我們就可以享受了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可以深信 因為聖經說 我們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們了 我們償在祂裡面 祂就償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我們就說 神就很歡喜了 我們遵從神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神為我們預備很多好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享受神 就是親近神可以享受神 除了親近神享受神 什麼都可以享受的 享受吃東西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吃的東西真的好吃 神預備一些好吃的食物 我們看到環境 我們看到周圍的美麗環境 我們就享受生命 就不是建立在一些 有時候有些人 他的享受就是建立在要有錢 有些人就是想吃朱古力 吃雪糕 但是那個後果呢 可以是他一路變胖的 就是他的享受 到底那個東西 是不是健康的呢 我們吃一下朱古力 吃一下雪糕 沒有問題的 不過如果那個人 有些人 我聽過有些人 就是他經常都是要吃甜品 他就會很開心 所以他晚吃就越吃越肥 越肥 他就越不開心 所以結果是不享受到生命的 其實我們可以吃任何的食物 我們都享受 神創造的環境 我們可以享受 我們親近神可以享受 我們幫助人可以享受 我們回教會都可以享受 可以聽到神的說話 可以敬拜神 現在大家聽我說的訊息 都可以享受 多謝天父 可以聽神的話語 可以得力 知道怎樣走神的路 所以這個享受的心態 是的 然後就更新對生命的看法 生命我們是寄居的 我們是客旅來的 是短暫的 神有奇妙計劃 所以我們人生目的 不是只是為了賺到錢 不是為了成功 不是為了結婚生子 一樣人可以結婚 可以生子 可以成功 可以賺到錢的 這些沒有問題 不過不要將這些放高的神 而且不要接近神 是神放得最高 以後其他那些神賜給我 我就感謝神 我就多謝天父 那我們就越來越像 做我們主的形象 像耶穌基督 整個生命 對於生命都是 行神的路的 遵從神的方法的 享受神的 從神得力的 時事 下一點就是人生的目的 就是榮神益人 和事奉神 有些人 他們的人生目的 就是想能夠賺到錢 或者買到車 買到屋 有美滿的家庭 婚姻 這些不是錯 不過如果他人生的目標 只是設定在這些事上 他很多時候會失望的 那麼我們人生的目的 如果設定在神那裡 我們就會 就是說我走神的路 我遵從神 我也盡愛責任 我們信耶穌就不是說 我又不顧家 又不做工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我們做好我們英分的本分 我們的責任的時候 神是可以祝福我們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目的 是走神的路 遵從神 好了 然後呢 也都更新對人的看法 就是說 接受人的罪性 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我 看到人有罪 我又不會覺得很驚訝 我又不會覺得很生氣 因為那些人對我不好 我不會很生氣 因為我知道人有罪性 所以我就會接受這件事情 我就會平安 輕省 也都是憐憫他們 因為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他們需要神的祝福 需要神的憐憫 所以我就不給人影響 但是同時我就想方法 我怎樣去祝福人 這些只是一些例子 例子就是我們怎樣整個生命 被神去更新 我們就反思一下我們的生命 到底我們有沒有被神更新呢 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很世俗化的 被世界的事情影響的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需要被神更新 然後我們的生命才會被提升的 被更新之後 整個生命就是 被神使用 合乎神的使用 神喜歡的 就會被神大大的提升 我們有主的形象 也是榮耀神的 人家看到我們的生命就會歡喜快樂 我們反思一下 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 那些人會不會覺得開心呢 跟我們一起呢 我們關心人 我們對人好 是會影響人的 令到人覺得是開心的 開心跟我們一起 由於幫助我們 留意到自己生命中有些什麼問題 比如說我們會容易激氣 容易怒吵 容易不開心 那我們怎樣去更加像耶穌 我們都不會被這些情緒影響 而是時時都是滿足喜樂的 平安的、輕散的 有愛心的、有憐憫的心的 有神又歡喜、人又歡喜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活得開心了 有一個遊戲 就是有時去到一些遊樂場 有時有玩一個遊戲 就是有個板、有個洞 然後有隻動物在那裡突個頭出來 他一突個頭出來 打一打中他 那你就有分了 這樣 我們處理生命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一留意 咦 我有情緒 我被人影響 為什麼我被人影響 我就是找出一個原因 因為我心裡很介意別人看我 或者我生命裡面很多激氣、勞躁 跟人相處很多不開心、很多要求 很容易發脾氣 我們留意這個樣子 我們就去 拆解這些問題 什麼叫拆解呢 就是我找出一個原因 我們去處理 我們去處理 為什麼我會這麼容易被人影響呢 我為什麼這麼容易激氣、勞躁呢 我為什麼會容易不開心呢 我就在我們的問題中 找出那個根源 那個根源就是 原來我們本身沒有什麼愛心 沒有什麼喜樂 不懂得關心人、不懂得愛人 要求人 要求人通常不會改變人的 只是令到人有壓力 更加抗拒我們 我們就留意到自己生命中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就處理那些 那越處理 我們就整個生命提升了 我自己也是 譬如我發覺有什麼地方我被人影響 有什麼地方我會覺得不開心 那我就找出一個原因 找出一個原因 我就調教我的內心 的價值觀了 調教我的思想了 這件事可以說是一生的功課 就算我們調教很多 基本上我是完全給神使用的 但是有些人的說話 都會令到我有些激氣 那我就說 為什麼我會激氣呢 因為我太過期望 那些人會改變 我將盼望放在人的身上 也都是不接受人的罪性 不接受人的軟弱 所以我就會有激氣 或者沒有耐性 那我就去處理了 我自己有耐性 我做在人的身上 就算他沒有反應 神都會歡喜 所以我侍奉神 神歡喜 我就可以開心了 就算他不聽 就算我勸導他 他都不聽 這個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背上身 但是我繼續憐憫 祝福他 那我就調教內心 就不給人影響 這就是我們可以學習 怎樣處理我們整個生命的 在這個時候我回答 有人如先已經問了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很想有祈禱的伴侶 但是始終找不到 我的回覆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朋友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有人對我們好 這件事是可遇不可求 是禮物來的 我們遇到有人對我們好 我們就感謝天父 我們就歡喜 因為他而開心 又欣賞他 多謝他 那我們就會建立更多的友誼 現在我們友誼中 可能有些人是願意和我們一起祈禱的 或者就是相處之中 大家都有心去一起祈禱的 那我們就可以成為祈禱的伴侶 可以一起互相討告 或者一起同心的討告 那這個是 所以有兩個鑰匙的 第一個鑰匙就是 我們能夠和人建立關係 我們能夠和人建立關係 我們就會能夠找到祈禱的伴侶 如果那個人和人的關係都不好的 怎麼可能有人會喜歡和他一起祈禱呢 所以這個是我們建立和人的關係 那也是可以詢問人 你想不想和我們一起祈禱 有時候他不一定要好朋友 但起碼可以相處到的 就是如果相處不到 他都不會喜歡做祈禱的伴侶 所以大家都可以相處到的 然後有些人可能 歡喜一起去祈禱 互相代討或者是一起祈禱 求聖靈更大充滿 那也都可以我們將這個 我們這個希望呢 告訴其他的基督徒聽 我都有心是這樣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呢 其實我們的群組呢 是大家可以發出這些要求的 如果你是想有祈禱的伴侶 你是可以出聲的 那我們的群組我們就叫大家不要發一些無謂信息啊 祝賀啊 新年快樂啊 或者是Amen啊那些 都不用發的 因為為什麼我們想減少這個騷擾 但是呢 你想要求有人跟你一起祈禱呢 這個東西我們是歡迎的 你就會可以放在網上 放在我們群組 看看有沒有人願意了 那這個第一個回應 那第二個問題呢 他就說到他呢 就因為曾經有人 進入他屋裡面偷竊了 那他就很害怕了 就發惡夢了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需要處理的 那第一 就是首先的安全問題了 到底那個賊佬是怎樣入屋的 是將這個 這個入屋的方法呢 倒截 就是譬如換鎖啊 或者換一些更好的鎖啊 或者和鄰居熟一點啊 讓鄰居都可以互相守望啊 就是有些人都是住在 就是他們不是經常出街的嘛 在家裡都會留意到 有些陌生人啊 有些叫門聲啊 那聽到的時候呢 就可以互相 就是通知 讓我們可以保護到自己的家 那這個第一 那第二呢 就是我們都相信 神的保守和祝福 就不是活在這種懼怕之中 就是我們一生人其實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發生的 你逛街可以有意外的 可以滑倒的 可以滑倒的 可以有交通意外的 那我們不能夠每天都怕死了 死了死了 我上次滑倒的 不知道這次會不會滑倒的 我們就不要將那些 我們害怕的事情 經常反覆思想 就令到我們經常害怕 會不會再發生呢 那些不好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反覆思想的 譬如我也曾經聽過有人說 有個好朋友對我很好 怎知道後來死了 那我現在不敢認識好朋友了 因為怕著他又死了 那這個呢 就變了過份的憂慮了 過份的擔心了 就好像怕著呢 認識了人 認識了朋友 他又會死的 我們去深信 神會保守 神會祝福 我們就不會去有一些這樣的 懼怕 反覆思想影響我們的生命了 那另外呢 就是清理夢了 清理夢這件事是需要時間的 是需要每天享受神 親近神 從神得力 還有呢 發覺我們內心有些什麼懼怕 過去的懼怕 譬如我自己曾經就是因為 被人壓力 小時候又在家裡炒鬧 還有後來就在事奉上 很多人的要求 令到我又發惡夢 那我就怎樣去處理呢 我就跟自己講了 在哥倫多前書四章二節那裡說 所求於管家的事 是要他有忠心 我們忠心呢 神已經歡喜了 我們做神的管家 我們忠心呢 神就歡喜了 於是呢 我就告訴自己 就算有些人不滿意 但是我聽神的話 做神吩咐的 我就已經開心了 我就不用被人影響的 那我就一直告訴自己 不需要被人影響 那我的心就平安了 不過有時候 後來又再出現 又有些懼怕出來 那我又再處理 又去讚美神了 首先處理就是思想上處理 用聖經處理 我需要不需要怕呢 我不需要怕呢 然後我親近神 我就會有得力了 又會有平安了 那我一直處理處理 慢慢這個懼怕是沒有了的 這些惡夢也都沒有了 那我就多謝天父 那在這方面呢 就需要日日去處理 日日有平安興盛 但是這些都沒有這種壓力之下 死了 我要處理處理 如果不處理又會有 又會發惡夢 不用這樣的 輕輕鬆鬆做人 享受神 神會保守的 神會和我們一起的 神陪伴我們的 神看顧我們的 我不用整天這樣害怕的 神和我們一起 我就不用怕了 那你越是平安興盛 你越事情更加好的 更加得福 更加的人開心 但是如果經常都說 死了死了 不知道有什麼發生呢 不知道有什麼懼怕呢 或者以往那些人 哎呀 傷害我很多 那我心裡面有很多懼怕 這些都會影響我們的 所以我們可以 活得平安輕鬆 因為深信神 是在我們前後 環繞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詩篇139篇第5節 它時時都環繞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可以平安輕鬆了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可以問的 OK 如果沒有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大家可以站起來 這樣的人放鬆 就更加容易 經歷到神的平安輕鬆的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感謝天父 因為神你是很愛我們的 神你有一個 非常之奇妙的聖情 神是心裡柔和謙卑的 神是充滿憐憫的 神是充滿愛的 也都充滿喜樂輕鬆的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生命被你更新 就越來越似 做我們的主的形象 滿有神的喜樂 平安和愛 活出這些形象 我們更加能夠影響人 能夠做美好的見證 求主詩恩幫助我們 除去所有我們世上的影響 世人給我們影響 很多壓力 很多不開心 很多世界的價值觀 影響我們 以致我們心裡有很多苦惱 很多不開心 很多失望 但是我們靠著耶穌 我們每天清理這些垃圾 將這些垃圾放下 我們人就越來越輕鬆 越來越喜樂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叫我們享受神 想到神的恩典 我們就歡喜神 我們就感謝神 我們越感謝神 越享受神 我們的生命就越提升 越去到一個高的層次 多謝天父 神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 主耶穌你真美好 Hallelujah 感謝耶穌 我們可以享受你 我們放下世上的煩惱 不去想世上的煩惱 我們多些思想神的愛 思想神的恩典 有神萬事足 Hallelujah 耶穌愛我 Hallelujah 詹咪耶穌 Hallelujah 耶穌 我歡喜你 耶穌啊 我們有你 我們就可以平安喜樂 輕鬆開心 我有借喜樂 Haha 主耶穌知的我 我有借喜樂 Haha 主耶穌知的我 我有借喜樂 Haha 主耶穌知的我 Haha 非世界所知 非世界所能奪去 Hallelujah Haha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們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越來越更新 正如做他主的形象 做我們的主的形象 越來越有平安喜樂 興省 放下世上的煩惱 一切的問題都放手 也都處理些問題 讓我們的生命是行神的路 不是行人的路 不是行世界的路 而是行神的路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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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